日本近期因为北方四岛问题,已经在国际上掀起惊涛太浪,原本只是和俄罗斯因此缠上矛盾,但后期没想到日本却整出那么多幺蛾子。 总之目前日本因为北方四岛问题,已经和普京彻底撕破脸皮,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武力回天的地步,而日本现在已经甚至没有回头路可走,所以只能通过武力夺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。 安排要光是日本用武力夺岛的问题也就算了,要知道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,是完全不必惧怕的,但是日本近期却被频繁爆出制造核武。 此消息一出瞬间政策全球,看来日本也明知自己打不过俄罗斯,现在终于把最后一张底牌亮了出来,日本何然亮? 有点发现,不 луч revenue 让我们更收到现在中国的信息一样。 请 無料 投资 V ウ 信息一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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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